萬里熱愛體育,留下許多佳話他爭和美國前總統盧布殊以及澳洲前總理霍克等打網球 結為球友而1985年中國國家足球隊敗級香港隊引發北京球迷蘇聯 也是由萬里負責善後,他當時感慨體育水平與人民質素掛鉤 預言中國男足腰等以三十年才有望走向世界退休萬里經常打網球 人稱萬家球退休萬里經常打網球 人稱萬家球平定國族不敵港隊蘇聯1985年5月19日 中國男足在北京以一比二敗級香港隊引發內地球迷燒車 那氣水平仍香港隊員讓城蘇聯此事驚動中央領導 由事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萬里負責處理萬在體育館感慨 足球是一個國家經濟,文化和人民素質的綜合體現 我看中國,男子,足球這種情況,得以三十年後才能衝出下州 到哪時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呢?當時體位的領導還不服氣地說 萬里同志怎麽進撲冷水呢?絕不會用這麽長時間 結果被萬里研中萬里擺九十大壽事爭說 我的身體很好,主要是得益於長期堅持一正 打橋牌,鍛鍊頭腦預防老年痴呆,一動,打網球 只要堅持,我相信人士可以活到一百歲的 可惜他昨日遲世,離百歲還差一點點萬里橋牌的牌記高超 當年工作之餘常和老牌友鄧小平、胡耀邦等打牌 1984年萬里環獲得世界最佳牌首獎索羅門獎 1986年獲布林匹克勳章金獎萬里熱愛網球 是中國網球協會終身榮譽主席 他從上小學時學會打網球,直到94歲才掛牌 不管政務多忙,總擠出時間每週打上兩三次爭與他交手的美國總統 魯布殊,回國後專門的雷俠照並親筆寫著 那是一次私人的,值得永久回憶和紀念的比賽